请听周玉寇呛新闻 要了解一位被误解的皇帝吗 这个被误解的皇帝在连续剧跟电影当中 经常被各种不同的风花雪月 以及传奇故事给描述 真正的他又是如何呢 当然这本书或许也不是反映完全真实的他 但是至少他跟事实也比较接近 他就是八旗出版社所出版的这本 雍正被误解的皇帝被低估的王朝正知道了 那为什么要介绍书籍呢 当然跟年假有关了 年假各位可以去看美术展览 可以去看电影也可以去吃美食 同时书籍的介绍我认为 当然也真是最过于实际的 这本书呢特别是在宫廷剧宫斗剧被中国禁播 引发了台湾的很多的观众的讨论的之余呢 我们来介绍郑知道了里面的雍正 很多的台湾人是从雍正王朝 二月和的笔下去了解雍正 也有很多人是从甄嬛传里面去了解雍正 那到底这个那些穿越的这个报道 二月和跟这个甄嬛传有什么样的史实上的差异 这本书有什么不同 我们今天有一本书要赠送给大家 这本书编得非常的漂亮 那这个等一下您可以在我们的脸书上面 直播分享留言 我们非常谢谢八旗出版社 明天我们仍然要介绍在假期中好看的书 推荐给各位的书包括了我们所介绍的 云城出版社出版的语音时回忆录 这本书写得非常的好 但是因为他的书籍的写作非常严谨 所以可能要仔细的研读 这个之后就会发现一个时代就在一本书里 其实马英九的八年执政回忆录 从新闻工作者的角度来看 我也是从头会看到味道 那还有王津平的乔这本书 以及其他的相关的书籍呢 明天我们在节目里面将给各位做一个完整的推荐 在假期当中呢也推荐您去看故宫博物院所展出的俄罗斯普希金美术馆的特展 这个是在2月17号就会结束 这是在故宫的图书文献大楼一楼特展示举行 这是故宫俄罗斯的这个普希金的美术馆跟联合数位文创公司所主办的 是中国信托主要赞助悠游风景绘画 俄罗斯的普希金的这个美术馆是一个非常具有历史意义的展览 当然普希金是俄罗斯的一位大诗人 那这项美术馆所展出的是俄罗斯他们所收藏的西洋的经典作品 那这次好不容易他因为到东京跟大阪来展 由联合报的集团他们这个商请约到来台湾展出 由于故宫要这个扩建再加上我们历史博物馆要扩建 将来这一类的大型的跟跨国合作的展览 可能有一段时间在台湾很难出现 所以特别提醒大家在假期的时候呢 这个来这个参与啊 那在2月17号就要结束 好今天有几则新闻关于中正纪念堂究竟要怎样啊 这个林万亿说这个要把改建成立法院 我觉得这是最最好笑的一个这个建议啊 林万亿先生在年改上面他的专业非常令人佩服 可是中正纪念堂作为立法院那有点超无聊的 那我是反对的啊 这个吴思耀也是反对啊 那我想文化部也是反对 其实就把它做成他就是中正纪念堂嘛 我这不太懂不太懂这个很多人在那边 在那边记歪歪什么东西啊 这个这跟意识形态有什么关系 历史上就是台湾就是有蒋介石王朝啊 那蒋经国都没有什么管那就是蒋经国为人风格的朴实啊 那至于这些铜像怎么做 大家就做了就是他就是一个他就是一个展出嘛 你非要把它磨灭掉 你猜不猜这个铜像我是觉得放在大庭广众之间的那种膜拜也是不对的 你在中正纪念堂里面放很多历史真相的展览不就对了吗 大事不做在那边搞小事 零万一政务委员台湾有好多事情要要要负责的啊 这个要花多少钱啊 改成立法院 现在的立法院离中正纪念堂那么近 现在中正纪念堂是赚很多的这个观光 观光材的 而且那个建筑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建筑师所建筑的啊 所以我认为绿营的政治人物啊 这个基本上那个脑袋啊 还是必须多多思考一下啊 这个回复正常化好不好 这是反对的一个重点 那昨天有一位这个我们非常知名的棒球好手 恰恰彭正明他宣布要季后退休 在9月29号要退休 哇这个脸书被吸板 很多人都觉得还蛮难过的 但是恰恰又变成教练一代人物 在他要宣布退休的时候 引发了这么多的回响 也是祝福彭正明恰恰 他的人生当中光耀时刻的 永锤棒球史哦 马上回来